Hey,大家好,我是Pin哥丹 上周六下午,我受邀来到北京七九八艺务区 参加了一场非常有意思的发布会 在充斥着时尚与潮流的七九八 你会看到许多有趣的建筑、展览和活动 当然还有各种有意思的人 而在一座并不算起眼的白色小楼里 一部名为A-Lab山海空间的VR大空间内容即将正式发布 在相对比较传统的各级领导讲话之后 我们终于要开始体验这部内容了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之下 我们戴上了苹果的头衔Vision Pro 然后就开始了这次体验之旅 值得注意的是 在现场我们是无法把自己看到的数字内容 拍摄或记录下来的 所以接下来你将看到的是 我们在体验这部内容过程中的真实反应 我自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下面就是我们开始吧 这个单哥我就不知道你是真实还是虚拟的 所以我有可能从你身上穿过去 绝屈灵玩家这句话 我已经分不清楚现实的虚拟了 能看到了吗 这个下面 看到了 门开了 门开了 花果山出现了 山海经理没有花果山 不是花果山吗 真的 我看你进到门里了 我想许愿 我想许愿 我给你发现 他其实是坐着一些 有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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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只昆 大象从我身上走过去了 你们能躲一躲吗 你能不能别带着我从大象底下穿过去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 是吧 你感觉我被大象踩了一脚 有河马是吧 有河马 有一个水牛 西苗 骆驼 我不知道咱俩看的是不是 天呐 咱俩看的大象 不差有一个骆驼过来了 确实是 我为什么老拉着它 因为我有一个实在的东西 会感觉会有安全感一点 因为我现在有点分不清楚哪个 是真实 你看这个了吗 你看到这个了吗 天呐 你看到这个了吗 这是什么呢 月球 这是一个 长江路从我这边过去了 从中间有没有很可怕的感觉 我刚才被大象踩了一脚 还蛮可怕的 对对对 这个是什么 我觉得这好可怕啊 这好像那个一头润二的那个角色 哇我一回头 吓死我了 这有没有多的动物在冲我走 但是我现在前头又出现了一道门 对 你看到他 你才能出现门了吗 我都在这 我都在这 这个镜子碎了 哎我想进这里头啊 我已经是了 咱们在这重新调准 看哪个调准呢 看哪个调准 看那个陶瓷三路那个 您稍等一会儿 您要照这个正 已经调准了 正上的这个项目 OK 正对着 你让我都照顾好 已经调准了 这项目成了 我觉得 我觉得这项目成了 你不觉得这个很巧妙的 为什么 这都是钱庆泉拓计的吗 对 我们管队啊 刚才的就是 这就是 我特意可以约采访的 真的很棒 有一个游行 划车游行 咱们要不要让开 咱们要不要让开 有一个划车的游行 你是在从划车游行 划过去的 对 就特别像是那种 环球 环球永城的那种划车游行 但是你可以在任何角度去看 你甚至可以在这个船底下你去看 大家觉得很恐怖其实 我这有一个火锅 冲我游过来了 一个火锅 对 那是个龙虾 那是火锅 而且是铜锅 还有火锅的声音 你知道其他人会觉得是什么吗 什么 就是一群咸眼包 但是你不会觉得 就是你觉得老娘高兴了就可以了 对 你说我看不见别人 我假装是别人 这就是 尴尬的就是别人 我跟你说这就是一种喝醉酒的转达 叫我已经喝多了 我不管你怎么看我你知道吗 什么气氛座 单不虚说咱们是最佳气氛座 后面恐龙头我就觉得是假的了 我上次第一次错误 谁错错了恐龙头 谁错了恐龙头 这个面数有点低 这恐龙头好真哦 真受不了真是 我特别喜欢刚刚那一段屏幕的那是我最喜欢的 是吧我觉得从那里头看到你 你在哪呢 你怎么不见了 你怎么消失了 别人屏幕消失了呢 什么消失了 不是他突然屏幕消失了 他大哥你们这是在哪儿呢 我们是 前面有一个叫A station的店 今天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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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个躺着的女神 我们的蛇是在头顶 又是大手伸出来了 什么东西 吓死我了 又是大手伸出来吓死我了 是手吗 是 我看不见 我看他一眼 所以这是陈修辰西部当初的女神 我拉比肩子好 我觉得就 太 必须得体验一次 太酷了 而且主要还要研究他们的音乐做得特别好 我觉得音乐很好 音乐太重要 我看不见 你是一个大龙子 跟我说话 我不是说二周梦 二周梦会比这个更强一些 就是这个是普通人就可以玩的 可以可以可以 更损一点 所以一头润二元素是怎么回事 感觉有眼睛 他说那个有在月球上有一个人 在差不多半小时的体验过程中 我最强烈的感受就是 这是我体验过最棒的大空间内容 他借助了Vision Pro高清晰度显示的优势 在混合现实的环境中 也就是在观众可以看到真实世界的情况下 呈现出了一个梦幻的赛博朋克上海经世界 我自己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部MR内容 而官方对其的定义则是VR奇观体验 这个定义我自己也是认同的 因为如果你去和不了解XR行业的消费者 去聊VR AR MR 这本身就是件很麻烦的事情 而目前大众认知度最高的还是VR 所以用VR奇观体验这个说法其实很合理 在大空间方面 这是我体验过面积最大的大空间内容了 你可以在一条几百米的路上 看到各种有趣的数字虚拟内容 就站在你面前的虚拟小人 有巨大的虚拟花车游行 远处的天空中 还有更加巨大的虚拟月球和女娲补天 在看到这些虚拟内容的时候 我真的有点感慨 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呀 因为我真正感受到了虚拟与现实的融合 如果你在北京或者打算来北京玩 我建议你一定要来这里体验一下 因为它带给你的震撼 将超越以往所有的数字影像内容 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你会喜欢 想了解好玩有趣的科技就请关注我 让我们功能进步一起成长 我是Pink丹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